老妈打电话来说 让我下班赶紧回家管管徐碧 说再这样下去 徐碧要把家拆了 我追问老妈什么事 她让我自己回家看 老妈这一通电话 害我工作的心思都没了 不知道徐碧又在家里搞什么 她一向爱心潮 也爱折腾 什么新鲜玩意都往家里整 我妈其实挺包容她的 若不是太过分的 是不会向我告状 看来应该是她老人家受不了 回到家后 看见眼前的情景 我也瞠目结舌 难怪我妈受不了 徐碧居然在家里的地下室安装钢管 要把地下室改装成她的练武士 这么大动静我妈当然会介意 听着叮叮当当的响声 老妈一脸不高兴 她坐在客厅看电视 却根本没看进去 连晚饭也懒得做了 我悄悄把徐碧拉到角落 你装这个东西 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下 我也好跟爸妈做下思想工作 你看把我妈气得 徐碧拍拍手上的灰 双手插着腰说 要是事先说 我还装得成 况且 这儿本来就空置着 我用来做个练武士的自由都没有吗 你妈在家里练习广场舞的时候 音响开那么大声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我练武你们倒是意见挺大的 徐碧跟我理论了几句 也没再搭理我 是的 我们一家人都不支持徐碧学跳钢管舞 不仅仅是因为钢管舞学费比较贵 而且是因为练舞会耽误照看孩子 别人家的老婆都在家里好好带孩子 徐碧刚生完孩子 却每周三天去学舞蹈 我只能自己来带孩子 身边朋友甩手掌柜比较多 有时他们喊我去打麻将或者聚会 一听到我要在家带孩子 都笑话我是个怂奶爸 要说我没点情绪不可能 但是后来想想 毕竟孩子周岁之前 带孩子的重担大多是徐碧承担的 我也不能太自私 一开始就没说什么 直到发现他选的舞蹈课居然是钢管舞 我们的分歧才变大 那玩意儿难学着呢 家里弄了练舞试以后 徐碧果然每天大半的时间都耗在那里 他说培训班里都是些年轻姑娘 他的体能跟不上 只能加强训练 我常看见徐碧膝盖上有伤 而且小腿上也全都是摩擦出来的红印 虽算不上多严重 但看得出来他很辛苦 我跟朋友吐槽徐碧跳钢管舞的事 朋友说我该知足了 他家老婆还丢下一家老小一个人出去旅游呢 还说旅游就是他的爱好 不可能因为家庭而放弃的 而且结了婚又不是非得围着家转 他顿了顿说 有爱好是好事啊 还能陶冶情操 我羡慕到 还是你想得开 朋友却摆摆手 哈哈 我支持他旅游 他不管我摄影 友好共存 何家美好啊 过了一会儿 他又安慰我 这年头谁没点爱好 你放轻松点 其实道理我都懂 就是心里不舒服 这个朋友玩摄影 烧钱烧得特别厉害 但他老婆似乎也不在乎 还说花的反正是他自己的钱 他爱干啥干啥 当时我还好奇咋这么大度 现在想想 朋友也给了他老婆足够多的自由 大家互相尊重爱好 才能这么和谐相处吧 徐碧样貌本来就好 加上练钢管舞 整个人的气质都有些不一样了 不得不说 他真的越来越好看了 身材也特别棒 他抱着孩子出去 都没人相信他是孩子妈 毕竟生过孩子的女人 先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身材的 然而徐碧做到了 对于他的变化 我既欣喜又担心 喜得自然是有个漂亮老婆在生盼 担心的是 万一桃花运找上他 那麻烦事就多了 最主要的是 我疏于打扮 整个人都朝着油腻大叔的形象前进 而徐碧照样保持着最好的状态 甚至越来越好看 那天又有人夸徐碧漂亮 我颇有促地对徐碧说 再这样下去 我都怕你要被人拐跑了 我在你边上看着多磕尘 我不惜用自黑来表达我的担忧 徐碧打量着我 怕我被人拐跑 你也上点心十多十多啊 你看你的啤酒度 都说让你别喝那么多 你偏不听 让你锻炼你宁愿玩游戏 所以便油腻也是你自找的 被徐碧损了一顿 我心里自然不愉快 但是他也没说错 我就只能把这口气憋着 可在半个月之后 因为一个视频 我这口气还是炸了 那是徐碧在外面参加培训班安排的演出时 被人拍摄下来放到网上的视频 刚好被我同事看到了 同事指着视频问我 咦 这不是嫂子吗 跳得太棒了 什么时候能让嫂子给我们也表演一个 同事是用羡慕的语气说的 但我自己看着那个视频 觉得脸红到脖子跟了 心里无法接受老婆跳舞的事是被传播开来 被这么多熟人看到 当时我没吭声 也没做应答 回家之后我就捧不住了 我跟徐碧发脾气 你跳舞的视频 我们办公室的人都看到了 你不觉得丢脸吗 徐碧奇怪道 这都什么年代了 我既然选择上台跳 自然是做好被人拍视频的准备 有什么好丢脸的 我有点不火中烧 可你是我老婆 我不想别人看你跳钢管舞 徐碧严肃起来 我喜欢跳 我有权利选择我要做的事情 我和徐碧都上了火 在客厅里大声咆哮 本来还要继续吵 老妈抱着孩子出来了 孩子都被你们吓到了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徐碧小心翼翼地 从我妈手里把孩子接过去 连忙轻声安抚 看着她温柔的一面 我不禁有点愧疚 并后悔跟徐碧吵架 其实徐碧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很好的妈妈 很好的媳妇 难道就因为我的不喜欢就可以去指责她吗 吵完架我就后悔了 可是我又拉不下脸去道歉 就出去买了份她平常特别爱吃的鲁味来求和 徐碧看见鲁味的时候瞥了我一眼 而后轻轻叹了一口气 戴上一次性手套开始吃 我知道她是接受我的求和了 徐碧自然没有因为那次争吵而放弃钢管舞 只是更加合理的安排时间 尽量不制造冲突 甚至将一些上台表演的机会也推掉了 我知道她是考虑我的感受 她这般改变 我也不能再降着 有时她练舞回来 我也会帮她按摩一下腿部 给她放松放松 这样一来 两个人算彼此都做了妥协 那天 徐碧掏出一张门票 说是培训班安排的一个文艺会演活动 她要去表演 说实话 我只在徐碧平时练舞的时候看过 还没有这儿巴惊地看到她在舞台上的样子呢 因此看到门票的时候竟然有点激动 忘记了把票接过来 徐碧看我这样以为我不想去 于是收起门票说 算了 你也不喜欢还是别去了 我回过神来 一把从她手里抢过门票说 我去 老婆上台怎么能不去呢 那天就算有事 我也得腾出时间去看 看我这么说 徐碧笑起来 她抱住我说 谢谢老公 这一年多时间 因为徐碧练钢管舞的事 我俩都闹了好几回了 但是回头想想 其实也没啥必要 她跳钢管舞并不影响家庭 而且她练舞之后 整个人的情绪和身体状况都变好了 我在继续反对就是自私了 我现在已经在努力说服自己 尊重 尊重徐碧的选择 表演那天 徐碧在舞台上大放一彩 看到身边不少人都拿起手机拍视频 我也不甘落后掏出手机来 想把她最好的画面和瞬间都记录下来 尽管我仍然不喜欢这种舞蹈 但我不能否认徐碧跳得很惊艳 而且在舞台上的她很快乐 表演结束之后 我把拍的视频给徐碧看 她吃惊地看着我 戏谑道 你也拍下来了 你之前说什么来着 我得意到 当然要拍 我老婆这么好看 怎么可以只存在别人的手机里 我笑着看徐碧 徐碧也跟着我笑 我们似乎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人生能有几多欢 只要互相尊重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无可厚非 就像徐碧这样 能在钢管舞蹈中找到愉悦和开心 我这个做老公的 至少不能唱反调 大家觉得今天的故事怎么样 喜欢或者不喜欢 都请留下你们的跟帖 也可以看看有没有触动到你们的地方呢